25号下午 长俄6号返回汽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字王旗预定区域 当晚19时30分 长俄6号返回汽由公路转运至朱日河机场 昨天上午 长俄6号已经空运至北京 昨天下午 探阅工程长俄6号返回汽开仓活动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举行 为长俄6号任务工程实施阶段画上圆满的句号 长俄6号返回汽通过空运方式运离北京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并举办了开仓活动 科研人员对长俄6号返回汽进行开仓 检验关键技术指标完成情况 我现在就在长俄6号月球样品开仓活动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长俄6号返回汽进行开仓盖 整个过程会分为三步 开仓盖取样品保存交接 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50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月球样品从返回汽中取出 在密封罐中保存的就是长俄6号在月球背面 通过表取和钻取两种方式获得的珍贵月球样品 在现场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地面应用系统探测器系统代表 签署了交接书 并按计划开展后续的样品储存 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 在这一段时间顺利的仓客上 正确认